好 那很多人问了老板 钢氏 老板你以前 我们有看你节目早期追踪 你知道你对钢铁也很强 当年你做东河钢铁做什么的时候 好同学 这一张图如果你都先不看 我跟你讲 如果钢氏的春宴真的来了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钢铁的春宴如果真的来了 你不用怕错过 你跟当年的航运一样 你也不用怕错过 错过 你如果货柜没有做到 散装也会再轮回来 你如果钢铁 中钢中红这些没有做到 我跟你讲 真正钢氏要好 是什么钢 你盖厂房也好 你灾后重建也好 是什么钢都要用 所以不锈钢也会好 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 2020年2021年那一波 中钢中红那些在涨的时候 后来不锈钢涨得更凶 你如果还有印象的话 一些什么张远这种股票 后来是更标 那更适合你们买 因为他们都是货真价实的一波流 所以同学 你不用怕 如果钢氏现在跟我们前面看了其他的每一个产业都一样 他就是因为基期低 所以他被资金挑上了 就算你这里没有做到 短线如果回来 你对钢氏接下来越来越明朗 你有信心 我跟你说 你一定做得到钢铁股的循环 如果全球的景气在复苏 你一定做到钢铁股的循环 什么叫全球的景气在复苏 来我拿今天这个新闻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你看你觉得景气很差 我们全球GDP的成长 明年是预估2.7% 神之所这也帮我倒进一点 国内我们国内是预计 我们明年GDP的成长还有3.35% 大家一直在说景气差 可是我们预估我们国内的GDP成长 目前预估还是高于全球的平均 然后明年的钢铁需求也是往上升的 最重要是什么 我们现在都在说大陆的房地产要崩了 对不对 可是任何一个国家 如果他要救国内的经济 他只有两步路 这个以前我们在学经济学的时候都知道 一个是货币政策 一个是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是什么 就是日本还是美国之前做的 我一直印钞票出来货币宽松 让人民有钱可以去买东西 刺激经济需求 另外一个是什么财政政策 什么叫财政政策 扩大公共基础建设的需求 这就是经济学政府可以影响市场 刺激景气巡网的两步路 中国大陆你说他房地产在差 他还是要投入一兆 增发人民币 增发是增加发行 人民币一兆元 国债投入基建 所以他也在货币宽松 他也在财政政策 你投入这么多钱要去做基建 我先不管后续盖出来了 有没有人住是不是蚊子绑 但我盖了就会刺激经济需求 再加上最近 这个你们都自己看了 什么战后重建 红海 红海就是地缘政治的影响 最近运价又上来了 所以整个钢铁变贵 这些都是后话了 但是我要讲的是 如果明年景气在循环 还有大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他在刺激国建的话 钢市的春宴就有可能是真的来了 所以你要买这些股票的时候 雷老板希望你先认同 他基本面的故事 不然 涨了四天之后 如果接下来又跟网通 网通明年一定是要做6G的 那网通的基础面也没有变 只是股价一跌了十几% 二十%回来 大家又说 基本面是假的 对不对 重建 明年订单都看到2027年 但是如果股价又回来 你又说政府不盖重建了吗 还是全球的企业不做绿电了 所以你们的心情会受到股价的影响 所以如果你现在要做钢铁 我劝你们 你们要先认同 雷老板刚刚跟你讲的 一是明年真的是复苏年 二是大陆真的会认真做国建 三是战后重建 乌克兰他们真的要战后重建 你先认同了这一些 你真的要报股票回档了 钢铁股如果有未来有回档 你敢接你再来接 好 我们来看一下钢铁股 同学 我们随便举一档 我以前有再看好不好 星光钢 老板帮你看 你觉得10月到11月市场行情 这么热的时候 同学来 把我逻辑带走 我的直播跟大家不一样的是 我会把逻辑给你 把操盘逻辑给你 雷老板以前上过多本周刊访问 就是访问我以前怎么操盘的 我最近比较没有拿那几个周刊访问的出来 我看每边等一下会拿出来 你看 你认为过去10月跟11月的时候 有人在着重在钢铁上面 你从股价的行为来看 从你看这些MA参数纠结成这样 你觉得过去有人在看钢铁吗 90 11来 这也是时间周期 如果没有的话 来回到重电当时的理论 你认为大家的成本在哪里 思考 同学开始思考了 上我的课就这么骚脑 你认为重电的 大家的成本在哪里 好 我觉得你有重电的经验 你应该会对 大家的成本 应该是在这一根或是这一根吧 这个找盘一定冲出去一对来不及追 所以会追在这附近 所以未来相对如果你认同钢铁最安全的时候 那是不是就是当MA参数上来 然后股价位积大概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对吧 这两天很多人 有来问啊 问老板说 老板你怎么看钢铁 怎么看航运 我现在就用市场上这一些 你说其他的好厉害哦 赚到了钢铁 市场实户主力好厉害 我先跟你讲一件事情哦 市场实户主力很厉害 如果他要赚到这三根的钢铁 除非他前面都一直蹲着哦 不然他一定是买在这里嘛 对不对 你说他很厉害 如果他真的是重仓在钢铁 他前面这里就蹲着的话 那你觉得10月跟11月 他的行情他要赚什么 那10月11月 如果你跟你老板一样 很多股票都赚了三成到五成 那是实户比较厉害 钢铁实户比较厉害 还是我们比较厉害 我先问你这个问题啊 你这个行情10月到11 这里涨不到10% 对不对 过程这里还会被洗掉 8根黑K 那也就是说 大家好像都是这几天来看钢铁的哦 如果大家都是这几天来看钢铁的 你觉得大家成本来 把这个高低点抓一抓 换个横线过去 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了吧 那你觉得未来如果有机会 你要做一个稳健的钢铁持有 什么样的价位 你应该回来接钢铁会很难吗 以前好像都没有人跟你讲 对不对 那就是操盘手在判断市场上 大家的成本在哪里 实户的成本在哪里 法人的成本在哪里 甚至呢 等一下三点三四点过后呢 收盘看一下 法人投信外资买的点位 均价在哪里 去看一下 对不对 筹码扫一下 大概就知道了 我跟你讲了 大概大家平均价位就在这里了 所以如果未来钢铁真的有回答 你也认同说 雷老板 刚刚这一张的 我都认同 对 等一下可以自己回去定格看 直播可以定格 我都认同这个基本面 那未来股价到这边 你自然就可以买了 这时候就不一定要雷老板带着你了 但如果你现在就要用进去用追的 过去涨40% 涨50%的股票 你看刚刚的文茂红杰 文茂红杰科已经又跌到原点了 如果没有雷老板带着你们的话 文茂红杰科又跌回原点了 但是过去也都涨40%50% 一下子就涨幅就腰斩回来了 所以同学 除非你认为这里钢铁要直接涨一倍 不然就算它涨了30%50% 它也有很高的机率 它也是在回来这里撤 那你懂雷老板的意思了吧 如果你认为大家都是在走复苏 那大家就是基本面慢慢变好 不需要有一下子要直接涨一倍 你先懂这个逻辑 如果你认同了这个逻辑的话 那你明年在做任何族群的时候 你都有机会低接 你只要低接到你的情绪就相对比较稳 我常常说股市太快心则慢 你最近会有一个感觉就是 好像别人那个族群都涨得比较快 我都没赚到 但我只要一跳进去 我就被卡到了 对不对 你这期是到这种想法 那这时候你反而要稳下来 对不对 雷老板是你的顾问嘛 对不对 我们投顾啊 我就是你顾问啊 我会跟你说你要稳下来喔 不能急喔 因为未来很多族群 都会像前面那些族群一样喔 你现在只是刚好轮到钢铁 在涨什么前面三天五天喔 他也是会休息喔 他休息的时候 你敢不敢进来接 最好用我刚刚跟你判断的那个嘛 一是我有没有接近第一批人 第一批看好钢铁人的成本 这是第一要素喔 操盘人要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喔 常常听人家讲一句话嘛 对不对 如果我进了一个赌桌 坐了十分钟 我还不知道谁是鱼 那自己就是鱼啊 我们要知道自己站在哪里嘛 我们自己身处什么角色嘛 那如果我今天能确定到说 最早做钢铁这批人的价格在哪里 那我就是跟他们站在一起而已嘛 大不了要输一起输啊 可是我也不会输人家多少啊 但是如果你要涨了三五十趴 你要去跟人家追在最上面 那成本就差很多了喔 因为人家是在第一个十趴 你是在第三个十趴喔 那只要一个回档你就受不了 他们还受得了喔 店长比较麻烦的是店长现在重店 他还受得了喔 为什么 因为他当初接得够低啊 同学你现在知道差别了吧 如果你能买低 你的耐受程度就比人家强 明年震荡盘的行情 你比人家赢的机会就高很多 好 感谢观看 每一位地方都不踊 五天 平凡 颇